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22年,溥仪已经年满16岁 殉卿小朝廷开始为这位殉位的末代皇帝筹办婚事 执宜是民国,但殉帝结婚仍然是窝居紫禁城的小朝廷最为重要的头等大事 自然马虎不得 殉卿朝廷为此专门成立了筹办处 负责筹备溥仪的大婚事宜 然而要筹办一场奢华不失皇家体面的皇帝婚礼谈何容易 摆在溥仪和殉卿朝廷面前自为棘手的就是经费问题 为此溥仪竟然打起了国宝四部全书的主意 要将这部举世瞩目的文化经典卖掉 那么溥仪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难道不怕背负人民公敌的千古骂名吗 换个角度看溥仪 百家奖谈栏目特邀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 晚清史学者贾英华先生 以独特的视角 罕见的史料 告诉你一个你所不知道的溥仪 敬请收看第二部第五集 殉帝要买四库全书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继续向大家讲述你所不知道的溥仪 上次我们讲到 甭看溥仪啊 嘴头上成天挂着什么呀 圣祖啊 仙祖啊 什么列祖列宗啊 可到了呢 穷极无奈的时候 他就不惜啊 出售老祖翁那套啊 四库全书了 这事啊 是由溥仪啊 大婚 仇资而引起的 那些日子啊 溥仪啊 头疼不止 可以说呢 他绞尽了脑汁 毫无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溥仪事先啊 透露出一个信 是什么呀 是他自己啊 要出洋留学 这样呢 纯情王府大乱 纯情王宰风啊 急了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就找来呢 皇叔宰套 一起啊 商量到底怎么办 因为这事呢 关系到啊 他们切身的利益的事 虽然是啊 已经是殉清时代了 可是纯情王的新奉啊 不但呢 比啊 溥仪训位之前 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增多了 就是工资啊 比溥仪训位之前还要多 就拿呢 养莲银一项来说啊 这个宰风啊 它一个人的养莲银啊 就占了呢 整个殉清宫廷的呢 养莲银的三分之一 再加上呢 每年民国政府呢 要拨付殉清皇室呢 四百万两白银 别看啊 有时候经常是啊 拖着不拨 但是毕竟账上有啊 那溥仪如果一旦出洋留学 这些人的既得利益 全部就化为无有了 那宰风能不着急吗 他叫来了宰银 宰寻 老哥仨一商量 又出了一个俗招 就是老百姓啊 那招 要说这小伙子不安分 那好 给他娶媳妇 这样呢 就用这种俗套子 就想呢 拴住溥仪 可是呢 溥仪大婚筹资 宫中没有钱呢 那是罗郭夏珊呢 前几 那时呢 宰铃啊 他主意多 溥仪呢 就叫来了 皇叔宰铃和几位帝氏 他们呢 一起啊 合计了呢 这么两招 第一招 结果惨败 那第二招呢 使溥仪啊 背上了呢 一世的骂名 哪两招呢 下面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皇上大婚筹资歪招 为什么说是歪招呢 这第一招啊 谁也没有料到 溥仪居然是啊 想要卖啊 老祖宫那套啊 四库全书 这件啊 可以说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溥仪啊 就没敢呢 写入啊 我的前半生 他的自传当中 因为呢 这是乾隆 多年的心血啊 如果是卖掉四库全书 那也是溥仪啊 一生的耻辱 可是呢 面对着社会舆论非常大的情况下 民国的报纸 大伙看到的话就会知道了 当时是舆论顶沸 那溥仪呢 不得不记载 他怎么记载的呢 用了一种啊 取笔的方式 做了如下的记载 郑孝旭的开源之策 想把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遭受当局的阻止 把书全部扣下了 那么 到底是卖书还是印书呢 那历史真相 果真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 所说的那样吗 完全不是 查找呢 历史啊 原始的凭据 就可以发现了 溥仪啊 在这儿呢 就撒了一个谎 如果我们再仔细地查看呢 郑孝旭的日记 这里顺便解释一句 这郑孝旭呢 就是溥仪的帝师 后来呢 担任了呢 维满洲国的总理 应该说是溥仪啊 十分的信任之人 那么查找呢 郑孝旭的原始日记 可以发现 印书却有其事 直到呢 溥仪啊 1924年出宫之后 郑孝旭啊 仍然有啊 印刷出版 这部呢 四库全书的打算 可是毕竟和溥仪呢 打算要啊 卖出这套 四库全书 完全是两码事 这反映了什么呢 这反映了当时啊 社会反响啊 实在是太巨大了 反映了溥仪啊 避重就轻的 这样一种啊 真实的心态 那皇上要大婚了 这个仇资没钱怎么办啊 溥仪呢 就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啊 咱们把它叫做啊 御前扩大会议 谁来了 几个啊 没主意的御前大臣 还有呢 几位帝师 再有呢 就是那几位啊 中宝私囊的 那又不大臣 坐在这儿 溥仪就说了 朕要大婚 你们出出主意吧 没料到啊 这老哥几个 你看我 我看你 大眼瞪小眼半天 没有出声 最终啊 有一位啊 出了个馊主意 一个字 什么呀 借 大伙听说过吗 皇上借钱 有没有啊 居然就发声了在呢 宣童 这位呢 逊了位的皇上身上 那钱跟哪儿借 有人就出主意了 跟银行借 在民国期间啊 银行业啊 初起 当时呢 还不是十分的发达 溥仪呢 就下达了呢 一个口语 你查找啊 档案当中啊 没有溥仪啊 下达文字圣旨 让大家呢 去呢 去向银行借钱 找不到 当时的溥仪呢 是一个口语 让各位啊 八仙过海 是各显臣通 说好了 如果啊 向银行借来钱 哎 有赏 那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啊 哎 这老哥几个啊 可以说各显其能 很快 就向呢 各路银行 借来了多少 借来了一百多万 那 数很大了 末代皇帝普 一次训位之后 按照清世优待条件 民国政府应该每年 给予训清朝廷 四百万两白银的经费 然而当时的民国政府 自身难保 这笔经费 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落实过 而训清朝廷 为了保持皇家的英勇排场 还要过着挥霍无度的奢华生活 这就使得本已捉襟见肘的 训清朝廷 更是雪上加霜 那么训帝普仪将如何筹办 自己这场不失体面的奢华婚礼 他又是如何打起 国宝四库全书的主意的呢 那么说来 普仪能不缺钱吗 即使啊 普仪成了训帝之后 按普仪的一位足弟啊 普家回忆说啊 在养心殿还养了多少 养着上百号的太监呢 一站是一院子 普仪吃饭 就咱们就单拿吃饭来说 普仪呢 在养心殿吃饭的时候 最少啊 有六七十道菜 应该说啊 仍然过着呢 交涉淫逸的生活 他不但呢 他有御膳房 他同时呢 还有茶房 后来呢 又搞了一个呢 翻菜膳房 什么叫翻菜膳房 说白了就是啊 西餐厅 溥仪 当时实际上啊 跟道光皇帝差不多 也是让内有府算起了 大伙熟知了 道光皇帝 那是个勤俭的皇帝啊 但是呢 他掌于深宫 对外界啊 丝毫不知 不明白怎么回事 咱们举一个事吧 道光皇帝有一天 就问起一个大臣来了 说你平常早餐吃什么呀 这个大臣回答说啊 早晨啊 有时候就吃几个鸡蛋 这个道光大吃一惊 哇 你那么有钱啊 原来 在这个道光的印象当中啊 那一个鸡蛋 至少啊 五两银子 当然也有说的更多了 十两银子 各种说法都有 但总而言之啊 它跟外界差别是很大的 因为这么一算啊 早餐如果吃四个的话 那就是二十两银子了 那还了得 道光说你太有钱了 可是在呢 内务府的账上啊 做熟的这个一个鸡蛋啊 多少钱 二十两银子 溥仪呢 遇到的依然是这么个问题 内务府啊 拼命阻拦 溥仪呢 到外边吃西餐 虽然您是训地了 您可不能随便出入攻进啊 如果您想吃西餐 好 我们给您建一个 翻菜膳房 专门啊 给您做一个 翻菜的御膳房 这个报价可就高了 按内务府的说法来说啊 那没有几万银子不行啊 你想想一年 普遇能吃几顿西餐啊 这钱啊 都让这内务府啊 给算去的 咱们查找呢 历史的档案 就在1920年左右的时候啊 有一份记载 记载着呢 那些年里啊 普遇每年 就在训兴公厅的开支 高达多少 三百六十万两 你看 多多啊 但是呢 由此推算 每年民国政府啊 拨给溥仪 应该拨给的 四百万两白银 应该是呢 不是那种空穴来风 它是也是啊 有一定啊 平均 咱们再看 不算公里的吃喝拉撒睡 衣食住行 都不算 仅就呢 普遇啊 他在训帝时期 在一年当中 赏赐的款项 就达呢 八十七万 零五百九十七两银子 从这个两个小数字来看 可以说呢 普遇这个训兴公厅啊 开支巨大 那就是 银食卯粮 入不服出 基本啊 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你普遇 让皇叔宰涛 去筹资 他当时呢 负责呢 操控整个 大婚典礼啊 要成立一个典礼处 就由皇叔啊 亲自挂帅 操控呢 操办整个的 普遇的大婚 那既然由皇叔作主 那只能呢 按皇叔和帝师啊 商量的主意办了 就在呢 京城的报纸啊 就发表了一个 广告 那就是这样 公开的出售 四苦全书 这个四苦全书啊 说来是不简单啊 它是由乾隆皇帝啊 亲自主持 编撰的一套 历史上呢 可以说啊 是最大的 最全的松树 可以说是 前无古人 在这项啊 事业完成之后 乾隆啊 非常高兴 他就呢 哎 请了呢 国内 顶尖级的高手 就是书法 高手 亲自呢 用笔 不是印刷啊 是抄录了 四苦全书 工程好大 抄录完之后 他把呢 七套四苦全书 哎 分别呢 搁在了七个地方 你像北京的故宫啊 成德秘书山庄啊 沈阳啊 包括呢 南方的杭州等地 一共呢 是七个地方 到了民国年间的时候啊 就剩了呢 四套 完整的四套 相当一部分呢 就毁于啊 冰火和战乱之中 到了 民国期间的 1914年的时候啊 民国政府啊 他呢 专门啊 把沈阳那套 就所谓的奉天版 关外版 就专门啊 押运到了北京 放在了呢 故宫的三大殿里 加以保分 为什么民国政府 这么上心呢 说来啊 实际有个原因 因为呢 民国的总统啊 前前后后 大概是呢 这么七位 可以说啊 绝大部分 都出自于啊 袁世凯 小战练兵 那绝大部分 就是航务出身啊 他当了总统之后 他得有业绩啊 除了对外宣传 想让老百姓 生活稍好一些 在文化上 你得有业绩啊 这样呢 这七位总统啊 他轮流作装啊 选上的拉选票啊 就把呢 重视文化 作为一个口号 可是也得有 点缀性的行动啊 哎 这个点子 就放在了 四库全树上 结果呢 普一撞上枪口了 正好呢 他大昏筹资 就想卖掉 四库全树 1922年的三月 在京京户 各种报纸上 都出现了一则啊 消息 是不是呢 当时呢 是一种变相广告 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但是呢 报纸上确确实实 刊登了这样的 一则消息 清史 准备 把奉天版 全套四库全树 以120万元 出售 据说溥仪啊 唯恐啊 这消息发出去了 广告也登了 这声音要落空呢 多没面子 溥仪呢 就让了帝师 和各位的 殉情大臣 你们各找门楼 去找啊 各大使馆 驻华使馆 去做工作 特别 他还找了一位 进知的皇亲 这位进知的皇亲啊 就找到了 日本公使馆的公使 恰谈这个事 厚着脸皮啊 就想让日本人买下来 日本公使啊 那大喜过望啊 太好的事了 我们一直就想啊 弄到一套 四库全树 正当啊 内务府打算 把这个四库全书啊 公开出售的时候 这个消息啊 传遍了京京户各地 想出售给外国人 很多人呢 就出来了 抵制此事 这样呢 造成了 很大的一个社会舆论 溥仪呢 又开了一次 御前会议 最后啊 黄叔提出了建议 这事啊 把手吧 可是溥仪不干 钱哪来啊 最后的结果是 溥仪拍定了 四库全树 照卖不误 但是呢 广告的不能登 悄悄的进行 民国政府成立后 由于财政匮乏 以及受到各种矛盾的牵制 因而到逊帝溥仪离工之前 均未能如期如数地 拨付皇室经费 致使殉清小朝廷 不得不通过借款 便买宫中器物 以应付皇室各种开销 然而 这也由此打开了 潘多拉魔盒 诱发出上个世纪最大的 宫内国宝流失案 那么这个罪恶的魔盒 究竟是如何打开的呢 实际呢 溥仪也是一个很有心迹的人 他筹资的方法 并非啊 只单单放在呢 售卖这个寺库全书上 他实际上呢 让当时的啊 内务府 由呢 各为帝师 他所信任的各为帝师 福祖 查清了宫内啊 奇珍异宝的地数 多年以来啊 清代啊 很少盘涨 很少盘库 到了宣统年间啊 哎 根本啊 他啊 没当了几年皇帝 到了熏兴使的时候 眼看着啊 可以说啊 穷得没辙了 只好啊 摸摸家底 正在这时候 一个消息传来了 说皇上 您啊 甭四处去打探了 宫内有一位资深老太监 深知宫内的 底细 普一听谁啊 原来呢 就是那位啊 老太监 张千和 普一说太好了 这张千和 就是我小时候 在营台读书的 开盟太监啊 教我实字那位啊 张千和 名如其人 为人千和 而且为人非常的忠厚 忠诚 深得呢 普一的信任 这时候他不是一位啊 普通太监了 张千和呢 是宫内的太监 中国人 那溥仪呢 就叫来了张千和 想询问究竟 当时溥仪啊 叫来了这位老太监 张千和之后啊 张千和呀 哆哆嗦嗦 还不敢说呢 唯恐啊 言多有失啊 他遭受过溥仪 多次的毒打呀 溥仪这次啊 和颜悦色 说燕子 你就说吧 咱们之前讲过了 他对太监啊 称呼啊 不称其名 所以现在 电视剧里啊 电影里啊 出现的 溥仪对太监 直呼其名 在当时的情况 完全不是这样 只要溥仪 直呼其名了 这个人啊 就该挨打了 他对呢 最亲近的太监 一种昵称 亲密的称呼 就是燕子 说朕呢 淑女啊 你说什么 淑女无份 没有欺君之罪 说错了 说对了 都不要紧 说到这儿呢 张千和啊 就对溥仪说了 这奴妃啊 只听说过 从来没有见过啊 实际呢 这是啊 宫里的一句啊 行话 就是免责之话 我在说任何话之前 你甭管问到底 我先免掉责任 要说我见过了 宫中将来施宝 我就是责任人之一啊 我是太监总管 等溥仪呢 把这个话 最后的底 告诉他 说你啊 尽管说 没关系 我们就想知道 清朝历代 藏宝在哪 于是呢 张千和啊 听到这话 放心了 赎我无欺君之罪啊 没关系 那我敞开说了 于是 竹童道道 老太监 这么一开口不要紧呢 道出了一个 惊天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原来啊 乾隆皇帝的晚年啊 并非像人们所说的 年轻时候 屡次反腐 反腐败 到老年 仍然反腐败 是那么回事吗 不是 到了 乾隆晚年的时候啊 这位自称啊 文质武功 实权老人的 乾隆皇帝 实际啊 他已经成了 贪腐的头子了 为什么呀 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 除了呢 聚连天下财富以外 他把呢 天下最好的 奇珍异宝 各省 包括呢 历代所传下来的 那些啊 字画啊 古籍啊 那些啊 金银器啊 玉器啊 所有的文物 他呢 聚于一处 也可以说呢 聚为己有 他有一特殊爱好 除了这些啊 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 他自称实权老人啊 什么都懂 确实是乾隆啊 有他过人之处 他呢 精通 健保 所以现在呢 我们从海外 回流的这些文物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呢 古字画 珍贵的古字画当中啊 都有呢 乾隆的提字 提拔 包括呢 一些呢 玉器上 也有他的 俊客的 一些手机 乾隆去世之前 就把呢 聚连仪啊 一身的 这些啊 数万件珍宝 全部呢 封藏在了一处 哪啊 建福宫 这建福宫啊 就在呢 故宫的 西北方向 偏安一语 可以说 就在一嘎栏 不过几千米 但是呢 这个建福宫啊 他的建设是别具特色 他是乾隆五年啊 他亲自 监制 乾隆皇帝啊 平时呢 把玩这些古丸的时候啊 就经常在建福宫 林去世之前啊 他就把全部的针泡 封藏在了建福宫 什么叫封藏啊 就是打上封条上上锁 收藏于此 任何人啊 不得打开 这是呢 乾隆皇帝啊 生前的一个嘱咐 听完张千和的禀报啊 普宜立马 高兴了 立刻呢 带着这些太监 由这位啊 老太监张千和尹路 就来到了建福宫 一看建福宫啊 府着大门 封条 有历代的封条 尘土老后 他们打开了建福宫 就来到了大殿之内 看到呢 大殿之内啊 一个一个的大躺乡 全部呢 打着封条 普宜呢 一生开箱 这一生开箱不要紧啊 普宜由此 就成了千古罪人 普宜一生啊 可以说啊 有两大问题 一 是呢 他后来啊 投靠了日本 他成了 维满洲国的傀儡 汉奸皇帝 二呢 就是这次啊 他打开了建福宫 藏宝之门 他由此啊 开始自己啊 坚守自道了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普宜啊 就让普洁啊 每天下学的时候 就带着 七真一宝 小件的 但是价值临乘的东西 每天 包括啊 经典的古籍啊 善本啊 字画啊 就带往 纯亲王府 当然 他有他的长远考虑 同时呢 也诱发了上一个世纪最大的宫内的国宝流失案 如果说呢 第三个问题呢 那就是呢 普宜这个打开建福宫的藏宝之门之后啊 又引发了一场的建福宫的大火 这个建福宫啊 请客之间就化为了平地了 在此之后呢 又引发了呢 普宜啊 把几乎所有的太监 全部呢 轰出了慈禁城 此事后话 当普宜和这些太监啊 打开这几个大躺厢的时候啊 当然 仅是呢 一个殿内的 仅是一个殿内的躺厢 历时啊 这些太监傻了 普宜啊 也愣了 普宜自称是京多建广啊 见过无数的奇珍异宝啊 看到这些才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国宝 是顶尖级的国家的古董 实际来看 普宜大昏的筹资啊 它是两条项 他没有把宝啊 单独的压在一处 这个人心思是很缜密的 就在呢 建福宫藏宝之门 打开了前后 就传来了一个消息 就日本人呢 哎 对这个寺库全书啊 太感兴趣了 通过这个 禁止的皇亲 传来了消息 日本人 一定 就想呢 把寺库全书 弄到手 清朝覆灭之后 西方列强 对清宫中的国宝 一直是忽视眈眈 作为中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从书 国宝四库全书 自然是列强的 寄予目标 日本更是 一直对其垂涎三尺 蠢蠢欲动 那么日本究竟 会采取什么办法 来完成 这个不可告人的勾当 国宝四库全书 最终得以 安然保全的关键之处 又是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钱字啊 溥仪的婚事 僵着 怎么办 商量来商量去 溥仪心里有气 民国政府这么多年来 年年 说四百万两白银 四百万两白银 转眼间 成了四百万大洋 四百万大洋 转眼间 就成了四百万纸币 到最后 纸币也不见 拖延着不给我们 要 就让内务府啊 就找民国政府的内务部 你去非要 为什么不给我们 优待条件 写得非常清楚 据说啊 当时内务府就碰了笔了 一直由于啊 捡辫子这个事啊 就闹上梁子了 当然了 查找历史的档案 我们可以发现 民国政府啊 和宫内的内务府 相互之间 还是有公寒来往的 民国政府啊 并非一点理都不讲 他们呢 专门呢 给内务府啊 来过一道寒 这寒呢 说得很清楚 至于呢 民国政府 拖欠殉清宫廷的 我们任账 是有这么回事 你们也得体谅啊 民国政府呢 财政也非常之困难 这说的也是实话 为了呢 支持溥仪的大婚 民国政府啊 来就拿出呢 十来万块钱 来支持溥仪的大婚 够意思了吧 其中啊 有两三万块钱 可以呢 作为啊 民国政府 特别的贺礼 礼啊 我们就不买了 你们自己啊 看着自己去买 实际上呢 这也是给啊 溥仪一个面子 溥仪一看 一共十来万块钱 背水车薪啊 无济于事啊 连欠银行的那个利息 够不上 这连年这翻啊 翻番啊 听到清史啊 经济紧张 日本公事馆可高兴了 就指示啊 具体的人员 跟内务府的官员 尤其是这位啊 皇亲尽职 你们啊 频繁来往 务必就把似乎全书 搞到手 由于啊 这位皇亲 和日本公使啊 来往的 过于密切 今天他请他吃饭 明天他请他喝酒 结果在京城之内 闹得沸沸扬扬 报纸上啊 公开的 做了披露 谁也没有料到 这事啊最终啊 闹大了 正当啊 普仪已经拿定主意 把这奉天版的四股全书啊 就卖给日本人的时候啊 1922年4月1日这一天 北京大学的一份啊 刊物正式发表了一份声明 是呢 北京大学的七名教授 以三名教授挑头 打头的是啊 那位南方著名的教授 沈坚士 还有一位 马恒 再有一位 那就更有名了 那是呢 大文学家鲁迅的弟弟 周过仁 三个人牵头 这个声明啊 在京城内外 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这声明叫什么名字呢 我们现在在民国的报纸上 可以查到 这个呢 就是北京大学的日刊 这个声明的名字呢 是 为青史盗卖四股全书 禁告国人书 与平时啊 这民国小报上的 那些说法完全不同 也没有说皇族 也没有说皇室 也没有说内有福 毛头直指 具体的一个人 那就是溥仪 这份声明啊 是这样写的 今爱心觉罗溥仪 竟胆敢私行道卖 与外国人 不但悔气宝书 以民国之耻辱 一且盗窃公产 甘刑律之条文 同仁等身属民国国民 段不容 做事不问 子尼请北京大学 复寒教育部 请其将此事啊 提请国务会议 派员彻底清查 务须将盗卖者 向法庭提起诉讼 可以应得之罪 不仅如此啊 这七名教授啊 在声明当中啊 还要求政府 必须严查此事 查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呢 追查有关的主要责任人 这矛头就是溥仪啊 这一下呢 上纲上线啊 可就把溥仪啊 给镇住 当时报纸呢 还披露了 溥仪呢 与日本人的勾结 盗卖似乎全书这事 正在呢 秘密的联络当中 可以说啊 京城内外 这报刊这么一呼吁啊 溥仪可慌了 因为原来啊 溥仪在张勋复辟这个事上 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那是尽人皆知啊 溥仪声说啊 张勋复辟进宫 他不知道 盘踞宫内 交发御旨 就是说 他拎发那十几道圣旨啊 是张勋啊 自己发的 跟溥仪无关 大伙看待呢 溥仪啊 他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也则罢了 可是呢 这次 溥仪盗卖四股全书 这可就激起了民愤了 就成了群民公敌了 又一次 御前扩大会议召开 黄叔就表态了 四股全书啊 不能卖了 于是呢 溥仪拍板 这事啊 斩此 搁置 溥仪搁置了 这事儿可没完啊 不单是教授急了 当时的军发也急了 举个例子 就在事发之后啊 两个月 在郑孝序的日记当中啊 还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 日记是这样写的 今日报言 吴佩福 言于黎元宏 欲指黄史优待条件 轻使 文之 大空 教授的呐喊 体现了 国民的良知 说的多么好啊 四股全书 绝非爱心 绝罗的私产 如若全部流失海外 不仅意味着 毁弃国宝 更是全体国民的 耻辱 咱们再说啊 溥仪如何解决 大婚缺钱的问题呢 接下去啊 又牵扯出了一件啊 延续呢 近百年的 真实的故事 那就是呢 溥仪与金边中传奇 其间啊 经历坎坷曲折 可以说啊 非常有趣 引人深思 我们呢 下次再说 谢谢大家